题目说的是,有一个长方形,里面有四条连线 角1,角2,角4,角5 它的度数分别是10度,14度,33度和26度 那么题目要求的是角3的度数 一起来看看 角色,在这里,我们设计角7 这个是角8 这个是角9 这个是角10 按照题目所说,角1是10度 角2是14度 角4是33度 角5是26度 这个是长方形,所以这个角是直角 所以最上面的一个三角形呢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角7呢 就应该是90度减角1 那就是90度减,因为角1是10度 那么,所以角7呢,是80度 好,知道角7之后呢 我们角8就应该知道了吧 因为是180度 因为角7,角2,角8 加起来是180度 那所以呢,角8呢 就是180度 减角7 再减角2 那这个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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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是180度 只减角10 就是应该是90度 因为这里也是90度 角10呢 也就是90度 再减角5 那就应该是90度减角5 角5是26度 题目已经告诉了 题目已经告诉了 那么90减26 就应该是64度 那么角9是应该多少呢 因为角9加角4 再加角10呢 就是180度 因为是同一条直线 那么角9呢 就应该是180度 减角4再减角10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180度 减角4 角4是33度 题目已经说了 再减角10 角10 这刚才已经得到了 是64度 好 180度减33度 再减64度 就应该是83度 好 那么对于角3 所在的那个三角形呢 角3 角8 角9 在三角形里面 在三角形里面呢 内角合是180度 那么所以角3的度数呢 就应该是180度 减角8 再减角9 好 因为角8 86度 角9 是83度 那所以呢 180度 再减角8 86度 再减 83度 也就是180 减86 再减83 那得到了就是11度 那所以角3呢 就是11度 1 1 2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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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